剛剛已經把1510週刊,然後網路上的單位 1510網路上的部落格,然後Kachina 做的許多事情都做了一個鋪陳 特別提到說去年發生的反國民教育科的抗爭 然後去年市場,他們是高中生 他們是高中生,領導整個抗爭跟絕食 占領政府10天,然後香港政府大於這樣的壓力這麼大 結果就暫緩這個國民教育科的實施 所以看得出來香港的運動,其實香港的中主動學真的非常厲害 我覺得我們不能太自我,讓台灣都是領先的 不一定是這樣 我們下一位就請梓玲 梓玲是今年暑假剛去香港參加牛搖他們Kachina的夏令營活動 我今天不是主角,我其實是來打醬油的 雖然我香港還有很多雙腳,有一些很熟悉的夥伴 我今天為什麼會在這裡是因為這個暑假我去了Kachina 然後一開始的時候,因為其實相關的關於兩岸三地或兩岸四地的影隊 其實這幾年來很多 那我自己過去也參加了一些 然後這一次暑假其實在香港有兩個不一樣的影隊 一個是啟明,一個是Kachina 然後我一開始的時候其實我還蠻猶豫要去哪裡的 因為那個啟明那邊還蠻多認識的好夥伴 那後來我就問了鐵絲老師 他就跟我講說我覺得Kachina可以去啦 就是因為那裡一個 他說你去了不會後悔這樣 然後我就說真的假的 然後所以我就請了建民老師跟鐵絲老師幫我寫了推薦函 所以我就到了Kachina去 然後我覺得我沒有很多的理論 因為其實回來到現在我受到的衝擊還很大 我也還在梳理 可是我覺得可以以幾個我去香港看到的發生的故事 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也藉由我 我剛剛被建民老師破梗 其實我本來想說我來台北應該要收斂一點 因為你到底畢竟一個南部人上來 就是七言不要太慎 所以我剛建民老師一下就說我支持台灣圖利靠 然後我就怎麼辦怎麼辦 其實我反而也是很無兩功減讓的 不要誤會了 對那我上一次上一次其實因為我過去在上海長大 我在上海住了六年快要七年 我整個中學時代都在上海 所以我其實在當時還沒有兩岸直航的年代 其實我超想去香港 對那不是什麼營養的原因 是因為香港的東西很好買 對那我上一次去是2007年 所以距離現在大概也還蠻久無用了 那我第一次去我這一次去的時候 其實你會感覺到整個社會的氛圍 跟2007年完全不一樣 2007年他們在慶祝主權移交的十年 所以基本上其實也是因為當時我並沒有太大的機會 可以深入他們的世子社會 對所以其實當時我對於香港的認識 可能跟在座的大多數人一樣 就是東西很便宜然後有很多好吃的東西這樣 可是我這一次去呢其實我覺得感受很大 那我去了第一天當時我的過去高中時代的朋友 他是香港人他帶我去逛了香港很有名的年輕人 想去買的那些小店面 然後呢因為我們兩個溝通一定是用中文嘛 就是普通話這樣子北京話 那我們就邊聊邊聊然後走進了一個小店鋪 那個老闆一聽到我們在講北京話 他就臉色就沉了下來 然後呢你就看到我香港的同學 立刻用香港話題講說 沒有沒有這個台灣人 然後老闆就說喔台灣人 就是過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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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 其實那個故事其實給我很震撼 因為我其實有點不太懂為什麼會這樣 對 過去對於香港很多的印象來自於這個論壇 我上次來的時候是恐告風浪出來的時候 對所以我對於香港人很多的印象 知道他們在討樂本土 知道他們在討樂民主 可是我其實一直沒有機會深入到那邊去 那第一天這件事情給我留下還蠻深刻的印象 然後呢我們在CoreChina的時候 那個有一個朋友他是廣州人 他就說他來到太久沒有來到香港 然後他這次發現 香港人的普通話都會捲蛇惡這樣子 對然後這也是一個很有趣的文化版條文 就是藉由這些小故事其實 大家可以看到這幾年來其實 香港他正在改變 對那也有這樣類似很多的討論 比如說我第二天然後跟提早上在談說 那個就是香港的議會在談說那個 用語不要內地話這樣子 就是我們還在討論說 到底香港人講的是素質還是直訴 對就是類似這樣子討論 然後到了第三天我終於到了CoreChina去 我在香港大家滾了兩天 終於去到CoreChina 然後呢其實第一天晚上大家在自我介紹的時候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很多老師推薦我來CoreChina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聽到來自兩岸三地的同學們 而且這個兩岸三地其實包括很多不一樣的想像 我們那邊有西藏的同學 有突破的同學 然後我們那邊有反正來自中國各地 然後台灣然後香港的同學 然後呢你就聽到他們每個人自我介紹 就是欸大家好我是誰誰誰我來自哪裡 然後我做了什麼什麼 然後就越聽就覺得哇賽 這些人也太屌吧 就是他們在做的東西很厲害 他們很多人在做 他們回到自己的家鄉 他們去務農 他們很多人在做社區 他們很多人在做自己的刊物 我那個西藏同學 他們在北京辦了自己的 有藏文跟中文版本的刊物 然後你就覺得天啊 就是過去的我對於這些東西 其實印象並沒有很深 那是因為其實我們一直沒有機會 可以接觸到這些所謂的異異分子 如果這樣講的話 然後所以其實從第一天的那個shock 就是從前三天的shock 你就會覺得這個地方在成長 而且也不僅僅只是香港在變化 兩岸三年年輕人都在變化 那在我去的那個時候 其實我抱我對於兩岸三年的經驗 是怎麼想像自己 跟怎麼想像趴下者 其實我有很大的興趣 就是誠如剛剛介描師所談的 就是我在政治的傾向上面 對比較有主體心一點這樣子 對 所以我其實很好奇 然後呢 第一天的時候 因為大家就會互相聊聊天嘛 就互相認識 然後呢 我就跟一個 那個 中國的同學在聊 然後他們就說 喔 台灣 你們從台灣來喔 我真的好喜歡馬英九喔 這樣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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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知道我那個 那個第一次的衝擊嗎 對 你可能前兩天才看到 劉正宏在拆大谷 然後我說 你今天猜大谷 你今天猜政府 然後你知道 然後這個雞蛋飛來飛去 然後什麼之類的 就是 然後你立刻轉換一個場域 然後你發現 他們對於台灣的民主的想像 是 是 跟我們很不一樣的 對 當然 那我也只是接觸到 幾個同學 他們怎麼講 然後或者是有同學跟我講說 喔 台灣喔 我很喜歡那個龍一台的大江大海 你知道嗎 你可以從 他們的 談話裡面 去 知道他們 對於台灣的民主 事實上是有一個 很深的期待 而這件事情 跟我們好像 不太一樣 對對對 因為像我跟他開玩笑說 我說 喔 他說龍一台 我說喔 噢 噢 然後 然後這就延伸到 當時有一個中國同學 我們在散步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我覺得其實 這幾天的相處 我覺得 我覺得 我有一個很深的感觸 他說 我覺得我們兩岸三地的 語境實在太不一樣了 什麼就是語境不一樣呢 他說 我覺得你們台灣人 很喜歡說什麼 喔太爛了 喔太誇張了 可是你們這些行為 在中國看起來都還好而已 到底哪裡很爛啊 你很誇張 對 就比如說我們會罵國民黨 怎麼樣 他們說其實還好嗎 然後那個 我們那個程度 跟我們就比照我們的程度 對 我覺得從這幾個故事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其實 我們兩岸三地的青年 其實對於彼此的想像 都不一樣 在去香港之前 我不知道 原來香港在談本土的這個東西 是非常非常走在非常前面的 我去了香港成品 對不起 那個我去了香港成品 然後我也有去世語言 但是我也有去成品 對跟大家道歉一下 然後呢 成品的進去 我印象很深刻的一幕就是 進去 然後他就是成品一樓 不是都是雜誌區嗎 然後一進去 成品竟然有一個 就是雜誌區 然後他有一個獨立會 放了很多 他放了很多的政治跟經濟相關的週刊 然後他放了很多事件 然後他也討論世界局勢 或公共議題的週刊 然後這是你 在台灣不會看到的 不是你等一下去 心理成品看一下 絕對不會是這個樣子 對 然後包括在這幾 在那幾個天裡面 跟中國的同學 跟香港的同學 談很多很多 我們關於民主的想像 我們關於國家 或是你關於城邦的想像是什麼 你就會覺得其實 你在台灣 然後看著香港 或你在台灣看著中國 在想像 如果你沒有去到那個地方 真的坐下來跟他們談 而且我們不是談理論 我們不是談 什麼什麼政治哲學 我們不是談blah blah blah 我們是在平常的生活中 就是當然的 Cochina 因為這次是旅行團 對 為什麼是旅行團 因為大家可以 待會兒如果有時間再聊 那所以我們有很多很多的時間 其實不是在上課 我們很多時間 其實是在外面 遊蕩 玩耍 然後互相的聊天 吃東西 哪一間的什麼腸粉 比較好吃等等 可是其實在這樣子的生活當中 你才更能 有時間的去體會 彼此在不同的生命經驗中 為什麼我們 這麼不一樣 然後可是在某些方面 我們也有這麼的相似 對 這是我覺得感觸很深的地方 所以我都覺得 我這次在香港 其實我收獲最大的 老師不好意思喔 其實不是老師們的 講課的那個課堂 所以我也很認真 你都會很認真 我覺得很多的收獲 其實是來自於 我們彼此在分享 比如說 第四天的時候 我剛好有一個機會 可以跟廣 廣州的Doris 他們在廣州做了一個 恩尼街的保存 保護的計畫 然後跟黃之鋒 剛剛有提到 循民四朝的 而招集人 我們剛好三個人 可以坐下來聊天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其實彼此喔 對於各自的 比如說香港的未來 中國的未來 或台灣的未來 其實都有焦慮 這一點真的很少 可是那個焦慮 其實又來自於不同的地方 那黃之鋒他們會想說 這個東西 我們要知道要怎麼延續 那在台灣 我拿的是 之前做法媒體壟斷的活動去談 然後我就談說 在這個東西上 我們是怎麼看這件事情的 然後Doris 在針對恩尼街的 一些文化的議題 他們是怎麼倡議的 然後其實你知道嗎 很奇妙就是 當我們三個坐在那邊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彼此的 很不一樣的地方 可是你會發現說 其實我們的運動 是有共同的 某一種想像的 然後所以我後來 真的就覺得 哇塞 就是 為什麼這次會變成 夏令營後面的原因 有很多 但是如果我是 執政黨局 我也會很害怕 因為這一群人 尤其是這些在中國各地 做這些事情的人 如果串連起來 那真的是不得了的 一股公平力量 所以我完全可以感同身受說 為什麼可能有一些 政治力量對於這件事情 是會很害怕的 對 然後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第二天 第一天晚上 和我現在第一天晚上 然後跟幾位 香港的朋友 然後跟一些台灣的朋友 然後我們違反紀律 跑到頂頭去抽菸 欸這根本比較紀律 那個 對我們跟我跑上去頂頭抽菸 然後那個時候 香港同學跟我講一件事情 我覺得很害怕 然後我就說 什麼什麼叫很害怕 為什麼很害怕 什麼東西嚇到你的 他就說 他覺得 大家都走在很前面 那香港呢 香港應該怎麼辦 然後我就說 拜託台灣才應該覺得怎麼辦吧 台灣還是比較值得擔心吧 對 那可是在那個頂樓抽菸的那個中間 其實我們交換了很多年輕人 關於香港未來的想像 關於台灣未來的想像 然後關於中國未來的想像 然後關於中國未來的想像 我覺得那是很難得可貴的事情 因為 就像劍老師剛剛 或者是剛剛劉燕爾提到的 就是我覺得那個公民的討論 其實不會是那種大家所想像 好像很嚴肅 什麼神異式民主啊 或者是波波波波 它其實很簡單 它其實就是 不同的年輕人 他在不同的地方 他在不一樣的生活的環境裡面 然後他怎麼以他自己的身份 去想像他的世界 就是他的世界觀 以及我的世界觀 以及那個人的世界觀 有什麼不一樣 那我覺得這一次其實 或者是下次我也希望 很多很多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 我們自己怎麼理解這個世界 去跟不一樣的別人去談 你會發現其實很多東西一樣 香港有土地徵收的問題 它有土地開發的問題 台灣也有 台灣也很多 他們有文化保存的問題 他們有如何活化一些過去的 比如說建築也好 或是文化也好 他們有這樣的問題 我們也有這樣的討論 他們有年輕人回到土地 重新去認識土地 然後透過農作的方式去想像 這一代的年輕人應該跟土地的關係是什麼 然後我身邊也有很多人是怎麼做 那你就會發現其實彼此的想望 跟彼此的焦慮 有不一樣也沒有那麼不一樣 那這其實對我來講感觸很深 因為如果我們可以有更多的機會 是坐下來談 分享彼此的生命經驗 那我覺得可以互通有無 而且更多的是透過去看到別人不一樣 會重新的去想像自己 想像我的本土到底是什麼 想像我想像的台灣到底是什麼 那我想像的台灣跟香港的關係是什麼 跟中國的關係是什麼 對我覺得也透過這個東西 我們去重新解釋 那年輕人是怎麼想像這件事情的 好先講到這裡 如果大家待會有什麼可以繼續再聊 謝謝